你好,我是少年 如果你被困在时间停止的世界中 你能待多久 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待一辈子 反正所有人都不能动了 岂不是为所欲为 今天我要给你们继续讲的 就是关于时间停止的少女故事 可可 没看过上期的小伙伴 也可以先看本期视频使用 女主树离一家通过一夜手上的主持 来到时间静止的世界指借 结果别人手上有一块副石 也能进入其中 本来静止的世界会有管理员神之力人 保护那些静止的人 但是由于这个时间段的 指借的管理员都被消灭了 于是 术离他们必须将反派 左和他们驱逐出去 不然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现在反派教会还剩下七个人 老大左和派人去找术离一家 还找到变回职者的术离哥哥 但由于没有管理员的存在 现在职者都变成了羔羊 左和对指借有很大的探求 但是他的真实目的 却不是利用静止的世界赚钱 而是想要获得永生 然后让自己的肉体变得像佛一样 最后见证人类终结会是什么样的 唯有能够让朝剑帮助自己 他说愿意将教会拱手相让 这番话让教会成员工尾听见 他连忙和其他三人说教主 已经堕落了 因为工尾等人 想要的只是财富 美人 现在术离他们决定 先把左和他们赶走 然后回到现实世界粉碎祖石 可术离的爸爸却起得贪恋 他觉得不应该把祖石给毁掉 他也想为所欲为 利用术离在直接的超能力 他们率先赶出了一名教会成员体内的水母 使他变成了赤者 而工尾也意外地找到了 树立他们藏起来的祖石 然后带到了左和面前 可是工尾不打算把祖石给左和 他质问左和到底要干嘛 打算毁了这个教会吗 左和大方地承认 却也激怒了工尾 但是左和却不在乎 他的身上出现水母的主须 他要试验下 独合完全地支配体内水母的力量 要想要支配水母 就必须在自我意识的情况下 化为直接的管理员 神之离人 而两者之间的区别 就是在于自我意识时不存在 当左和的身体 变成了神之离人的躯体 他的力量大大的提升 并且一时还清醒 他轻而易举地去杀了教会的成员 还有活着的工尾 左和让工尾去杀掉树立哥哥 来确认是否还有神之离人存在 以及他自己会不会有 保护职者的下意识行为 就在工尾要无奈下手时 树立和爷爷及时赶到 用超能力赶出了工尾的水母 让他失去了行动能力 所以左和把哥哥急忙抬走 他虽然拥有了管理员的战斗力 但是却得吃东西补充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意识的 神之离人会逐渐消耗能量 最后消失 因为他们不懂摄取食物 可左和目前的状态 却是超越了以往的神之离人 所以能量消耗的速度也会更快 可意外终究还是来了 爷爷竟被朝剑偷袭 割出了血被带走了 爷爷的血被朝剑放进了祖师 于是爷爷身体里的水母 在慢慢地飞回祖师 这时候如果失去 有瞬间移动能力的爷爷 大家都会变成刀伤鱼肉 于是爷爷拼命带着树立 瞬间移动想要赶到祖师那 而树立也没有犹豫的机会 只能将祖师给毁掉了 这也就意味着 所有人都失去了 回到现实世界的路口 但因为树立的能力存在 他们其他人 依旧可以通过树立的超能力 将体内的水母拍出 而回到现实 可是 他自己却无法对自己使用 看到祖师坏了 朝剑立马就投靠了树立他们 是因为他现在需要树立的能力 必须保护他才能回去 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情报 那就是左河可以感知 100米以内所有人的信息 有趣的是 本来这个世界的管理员 都已经被消灭了 但是之前被左河重伤的成员 有一个人没有断气 绝望的他被体内的水母吞噬 最后变成了神之力人 碰巧爸爸带的外甥 刚从上场出来 由于爸爸那猥琐的长相 成一子被神之力人不断攻击 于是刚诞生了神之力人 直接对爸爸出售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外甥突然觉醒了 让神之力人听话的能力 所有树里他们也听到声音 赶紧赶来 就看到这个神之力人 被控制的场面 爸爸谎称是他的超能力 外甥也很乖地配合他 大家就这样信了 现在有这个新助力加入 树里他们对于打败左河 更有信心了 在左河补充完能量后 他的身体已经十分的灵活 本想藏起来将他们足够击破 可是他发现外甥却能感知到自己 于是他变光明正大地等他们 也必须用树里配合 找准时机打出左河的水母 外甥也控制着神之力人攻击左河 当然在纵能眼中 还以为是爸爸在操控一样 接连的攻击让左河有心无力起来 左河明白不用打持久战 于是他要解决掉外甥 他已经发现了真正控制者到底是谁 爸爸打追到不对劲 尼玛挡在外甥面前 既然左河的能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整个人变得干巴巴的模样 他一直模糊地找吃的 结果就喝了神之力人的体液 在恢复一点体力后 他就跑了 树里和叶叶赶紧追过去 一追到 左河就问树里打算一个人 有在这边吗 我们也在另一边 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懊悔终生吗 左河开启了打忽悠模式 说他有办法把树里送出纸戒 他可以教树里 度过控制体内水墓 达到可以自由穿梭纸戒的境界 可是树里一点都不信 于是左河缩起了自己的家 是以古代传承下来的民间信仰 为母体的宗教团体宗家 其实就是卖惨啦 小时候左河每周都看父亲 给别人讲教义 觉得他像柱子一样 支撑着人和道德 那时候他和一个教会成员的孩子 自己成了好朋友 有天这孩子违反教规 用洗涤剂洗的护身符 于是左河带他去拿新的 蓝额等到的地方 二人就看到了彼此的父母 刚发生关系的丑态 从此他们的世界观崩塌 五年后 左河父亲死了 他们想离开宗教 却发现了石头还有纸戒 于是开始了对纸戒的研究 也听完想要信任左河 可是树里清醒地知道 左河不可能教他 于是连接他梁掌 可是预药之中的水母分离 却没有出现 加上爸爸又拿着长刀 冲出来刺了他 左河的身体一开始变异 所有的质量变成了细丝 细丝连接着脑与肺 飞到了空中 他把冲过去 手指一下子就会锋利的细丝起来的 树里联盟把他变成了职者 左河的细丝是用四变八方射出来 然后包围自己 他开始了自己的修复 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于是大家开始准备 回到现实世界的准备工作 比如先把爸爸搬到医院 给那些尸体埋起来 现在树里一想到自己回不去了 就难过得不行 但是外甥说 想妈妈了 于是他想抓紧送爷爷与外甥回去 可是爷爷不打算回去 他要陪着树里 两年认真的嘱咐外甥 好好长大后 便把他送走了 这时大家发现 左河发自的细丝越来越多 且不断的吸收营养 这个世界迟早会被他弄着 助理发现自己可以用超轮力 斩断这些细丝 结果他打算杀死左河时 他却在中心地看到了一股思想 好像看到左河渴望得到幸福的心声 虽然很可怜 但树里还却决定打算毁了他 中心体没了 可却从里面掉落了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应该是左河的遗传密码 重新编写后诞生的活体 在确认一时被完全重置后 树里决定抚养他 然后他把其他人都送走了 树里和爷爷也想当着孩子接受教育 于是他们打算养个半年 树里在纸线每天都会写日记记日子 爷爷看出了他的烦躁 想带他去散心 可是树里却劝爷爷回去吧 到了晚上 趁爷爷睡觉的时候 打住了他体内的水母 至此 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树里一个人 然后树里和小婴儿朝夕相处 越来越习惯这样的生活 很快就半年过去 虽然很不舍得小孩 但树里还是打出了他的水母 让他回到现实 之后树里依旧乐观地过着每一天 努力地接受这样安静的世界 每天回家里祈福 可越是故意逃避 越是想要抓狂 树里突然觉得孩子走的那一刻 他就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绝望情绪来临后 树里即将要被体内水母吞噬了 突然 有个女人出现 安抚在他体内 躁动了水母 这个女人自称是祖师制造者的妻子 而丈夫已经在明治时期死了 而她因为体内天生有水母 而不会变老 然后这个女人带了树里 回到了现实世界 回到现实事业的她 没钱回家 于是 她又徒步回去 只要天黑才到家 可看到爷爷坐在门口等到睡着 虽然这个家非常糟糕 虽然她的哥哥很死财 虽然她的爸爸很没用很自私 虽然她的姐姐很忙碌 虽然 我讲完了故事 但是你对时间停止的想法 是不是还没有停下 我知道这个超伦力 真的让人非常眼红 如果是我自己遇到的话 我也想体验一下 但是如果真的当这个世界静止了 那又会是什么样的估计 这是2018年的黑马神作 开局就有身份的味道 可惜最后结尾似乎在生物之间 徘徊不已而遭受脱弃 但是故事背后那所要询问的问题 却又加班不少 人类到底是为何而活 归宿又到底在哪 我们穷极一生都在追求物质上的生活 可当时间停止的世界送给你 却要换取你身边的一切 你又非常不舍 可当我们找到自己的归宿 却又要因为物质上的生活 而去烦恼 两者都要该怎么办呢 我是少年 一个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的视频点赞评论一下呢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